1860年 蒙古王爷森格林沁率领首相蒙古 绿营 八旗共两万多旗兵 其中一万蒙古铁旗是九经战阵精锐 巴里乔队阵八间英法联军 他五年前从蒙古率兵进京勤王 面对数万北伐太平军反复冲杀 最终将对方杀得片甲不留 他把旗兵分成五列 前面两列是手持长矛的枪旗兵 后三列是弓箭旗兵 他的战术简单明要枪旗兵冲在前面 后面弓箭手隔开50米紧随其后 距底摆布万箭齐发剑与覆盖敌阵 趁对方阵前火箱兵必见语之际 枪旗兵直冲方阵后面弓骑兵紧随其后冲入敌阵抽刀砍杀 他用此法连大破太平军石树阵 将其杀得大百亏书再不敢北伐了 按照经验 英法联军的排枪500公尺内放倒千多名骑兵 冲到百米以内再打倒两千名骑兵 但剩下万骑此时已经冲入大阵杀个痛快 然出乎意料敌人火枪兵500米外就开火 英法联军使用的并非老式滑塘枪 而是先进的线塘枪 使用新式火冒技术装填速度加快 每次骑射的间隔只有七八秒 所有的迟矛骑兵还没冲到对方阵前就全被射落 而剩下的攻骑兵冲到对方大阵 英法联军变阵组成无数圆圈 步兵围住步枪上刺刀向外射击 这是当年瑞士步兵发明的阵法 对付骑兵仗无不胜 面对刺刀阵的乱射 骑兵被不断射杀 最终清军全军覆没 而英法联军伤亡轻微不值一提 连巴图鲁森格林沁率领了战斗力最强的蒙古骑兵 当年先祖靠起扫平欧亚的蒙古铁骑 拼死冲锋下都全军覆没 自此清军将彻底放弃冲锋战术不再拼命 于是 英法联军入京圆明园被烧 咸丰皇帝逃到热河被吓死 两宫皇太后联合宫亲王垂帘听政 造成这一切的所有责任全推给森格林沁 被夺去所有封号 仅保留钦差大臣虚贤最后莫名战死沙场 两宫皇太后重用汉陈慈禧更是不断放权 可是森格林沁的下场 乡军怀军从统帅到将领都看在眼里 没了部队就没了本钱朝廷弃之如碧姬 森格林沁是唯一敢和英法联军正面对拼的勇士 即便战败也是非战之罪 而且满猛长年通婚 黄金国妻尚且如此 汉陈带兵无非是被朝廷利用 没了部队失去家底做不成官 最后也是一文不值被朝廷抛弃 汉族大臣手持重兵的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 胡林毅等何等人物 曾国藩兄弟曾国权攻武汉 打冲锋死拼太平军伤亡三千人 曾国藩难受的垂雄顿族严令禁止 只准实行他的所谓打呆仗的著名战术 结应债挖战壕 注重防守不轻易进攻 尽量用枪炮火力去消耗敌人 曾国藩自称不善军事只会打呆仗 什么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都是掩人耳目 其实是部队拼光之日 就是他大权旁落之时 仗可以一直打下去 关键是保住自己的部队 如此就有和朝廷讨价还价的本钱 于是 乡军和淮军打仗不冲锋不肉搏 全凭先进武器火力优势杀伤敌人 尽量保住部队不受损失 围攻太平军天津城里 其实没多少人了 就是连挖多条围城战壕 死死围困 其实派部队集中兵力 分几个方向突击 成早破了 在朝廷来讲 八旗绿营 蒙古铁旗都完了 只能靠汉陈 从乡勇发展起来的地方部队 乡军和淮军逐渐成为国家军队 其实都是汉陈控制的子弟兵 私人部队 利用他们的军队 来无条件地为清朝王室效忠 而对于这些汉陈来说 要为清廷尽力 又不能失去本钱 失去军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 被朝廷嫌弃 所以 乡军怀军打仗不拼命 只拼火力 1895年前太平军 年军 西北回乱等 虽然也有火器洋枪 但与清军相比差距很大 拥有先进武器的清军 利用的火力优势完胜对手 加之汉陈主导的洋务运动 卓有成效 打造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工业 开采矿产 钢铁制造 建造铁路 设立工厂 发展交通 建立通讯 设计武器 火药生产 从步枪 火炮 炸药甚至到2000吨的铁甲线 自行设计仿制最新式武器等 简直就是无所不能 清军装备先进性与世界基本同步 部队全部由德国军官训练 经过十几年 同太平军 免军等的恶战 部队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战斗力很强 甲午战争 前清帝国在军事上发展迅速 海军亚洲第一世界第七 陆军亚洲第一世界前五 毫不夸张 慈禧老太后主导下的同治中心 国力开始强盛 日本明治维新 虽然晚于大清 但国家实力急速发展 在朝鲜清军与淮军的对战 最终打破了以往的平衡 日军装备不如淮军 火炮口径射程都不如清军 步枪还是单发的后者 是连发快枪 在平壤两军阵地战不风高下 清军首将叶志超的部队久经战阵弹药充足 长期消耗对日军不利 为此他们跳出战壕发起了白刃冲锋 此时叶志超完全猛了 火力战阻挡不了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拼刺刀 要么赶紧撤退 白刃战死伤比率对等部队肯定损失巨大 但肯定能够打退日本人 何况自己兵力 火力强大 弹药充足 打赢对朝廷自然是好事 但损失是李鸿章李中堂的 而他叶志超当的其实是李大人的官 不是朝廷 叶志超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猛将 手下都是百战余生的老兵战斗力强 但他要为有提拔之恩的李大人助想 权衡之下 叶志超决定撤退保住部队 为李中堂保住本钱 强扔了可以再买 阵地丢了可以再夺 只要部队在一切都好办 光可以照当朝廷还是要重用 否则部队完了李中堂责怪 官也做不成 结果带着部队三昼夜跑回了鸭绿江 虽然损失了几千人 但大部分部队还是带回来了 随后的战役都是平壤战役的翻版 怀军将领拼火力毫无聚色 一拼刺刀就耸了 而且都是士兵真想打军官不干 怀军中的德国教官感到很奇怪 拼火力怀军的将领都表现得英勇无比 不必枪炮 但只要日军一冲就弃正而逃 装备都不要了 但每次部队都没太大损失 怀军是受过德国训练白刃战能力很强 但士兵想拼刺刀军官不让 完全能够打赢的仗完败 日军攻城略地缴护无数 但是清军极少伤亡 除平壤战役伤亡几千人外 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地面战 虽然海军败了 但实力强劲的陆军毫无损失 如果力拼完全可以重创日军 挽回败局 何况还是本土作战实力 高于对方士兵求战心切 但李鸿章此时头脑更清醒 北洋水师已经陪进去了 剩下的陆军必须保全 都拼完了 他自己本钱没了 朝廷也未必保得住 光绪想打没兵 李中堂有兵不想打 只要他仍有实力 就仍为朝廷所以重 否则怀军没了日本 真要吞并大清也保不住 日本毕竟不是太平军 实力强太多了 日军海上将北洋舰队击败 陆战打赢 听光部队失去实力 打输部队可以保住 军队实力尚在日本也有所顾忌 所以最后只能认输讲和 朝廷还是要仰仗李中堂 去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反正都知道是他替朝廷签的 别人骂他是卖国贼他也认了 为此还在日本挨了日本激进分子一枪 他自己问心无愧大清帝国保住了 甲午战争失败原因固然很多 但是日本海军也被打残了 即便输到了海军 怀军陆军实力并未受损 在本土尚可一战真打仍有胜算 但李鸿章不想打的求和利益最大 保住了部队保住了大清 至于受点损失 对于泱泱大国来说 割歇的赔歇款也无所谓 一直以来的传统说叫西方船间炮利 清朝大刀长矛武器落后 东亚并敷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装备落后是事实 清末军队武器先进战斗力强 陆海军强于日本拼死一战尚有胜算 最后完败主因还是领导不想打了 支持原创 多谢关注 欢迎订阅 subscribe 欢迎订阅